一百一十一年玉山杯全國輕棒錦標賽 B組冠軍賽的對決 要由平鎮高中為主要班底的桃園市 交手以南營商工為主體的台南市 雙方前四局形成投手戰 台南先發投手阮玉智 桃園先發投手王燕恩 都奮力壓制對手打線 兩邊前四局都只敲出一支安打而已 0比0誰都沒辦法越過雷石一步 而率先打破這零分僵局的是桃園市這邊 五局上楊念希成功打穿中間防線 敲出團隊本場比賽第二支安打 接著張兆宏一棒搖得扎實 中右外野方向的三壘安打 幫助桃園先駛著練 不過台南市也在六局下展開反擊 趁著桃園第二任投手賴昊控球失準 考著兩支安打跟兩次寶宋 以及投手抱投一口氣搶下兩分 逆轉超前 由於比賽採取七局制的關係 這下七局上就成了桃園市的 最後反攻機會 結果他們真的吹起了反攻號角 靠著寶宋跟安打串聯 引來蠻累的大好的分量機 而這個機會帶打上陣的徐少瑜沒有放過 中外野歐拔的長達已放輕磊 今年才高一的徐少瑜 這名教練帶打的選擇絕對正確 這一放一口氣敲回三分 也幫助桃園最後就以四比二贏球 搶下四強門票 來請問一下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